这一处都庚岸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北侧区域位在中正一路 紧邻五块错捷运站出口 97年就划入都庚 但建商又花了7年的时间 整合南侧基地 一起核定都庚 南侧的土地分区虽为住室 但靠着北侧的商务 才搭上都庚的顺风车 精神建设有跟他们 邀请他们参理都庚说明会 他们都有参加 那既然是整合比较低的 第四种住宅区 在纯隆基的角度来看 它并没有太大的加分 但是对于整体环境品质的提升 还有我的基地开挖深度 跟车道坡度等等 都是有加分的 反观和南侧区域隔一条巷子 也有一大片老旧的透天错 同样也是注释 但因为离中正路有一段距离 不受建商青睐 没有被纳入都庚成为两样情 后面它有隔一条 这个福德山路三五三巷 所以他们是只有欢休而已 它未来在面临都庚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道路宽度不足 没有办法拉高 再来就是容积也不够 一样没有办法拉大楼 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建设公司 进场来整合做都庚案的意愿 建筑师指出这一片透天错 虽然为住室 容积率有300% 但因为面临的道路只有六米向道 无法抽高盖大楼 建议的方式是由市府协助托宽道路 再以缴纳回馈金的方式 将容积率拉高到住室的420% 才有可能有建商来推动都庚 就是我们协助它去办理都市计划的变更 或者是使用分区的变更 我们来提高我们的道路宽度 同时也提高我们使用分区的容积率 这样就可以促成都庚案的衍生跟发展 建商大多是在商严商无可厚非 此案的建商也愿意整合南侧的区域 纳入都庚做整体开发 但其他区域也只有等待市府协助 获得住户多出一点资金 才能完成换屋的愿望 记者萧一轩赖昌邦高雄报道 又或计划